剛剛的程序是這個樣子的 我們有使用MOCA進行測試 所以你要先建一個專案 這個專案裡面一定要有TEST這個資料夾 你要把你所有的測試程式都放在TEST這個資料夾裡面 你才有辦法進行測試 所以這個TEST資料夾裡面 測試的時候會有一些群組 那這個就告訴你說 我現在這整個測試群代表什麼意義 那接下來這個就是單一測試 這單一測試到底在測什麼 他到底是成功還失敗 他會跑報表給你 怎麼跑 我們剛剛用Git Chrome 下來 我們剛剛用Git Chrome下來在這個Chinese 這個裡面 OK OK 我們打MOCA 有沒有 他這樣子就跑了測試 OK 所以你必須要寫 測試程式 然後你安裝完MOCA之後 然後 把測試程式放在TEST資料夾 TEST資料夾 TEST資料夾底下 我們現在TEST資料夾底下 有TEST.js 所以他基本上他就會跑這所有的程式 MOCA指令一下他就會跑這裡面的所有程式 好 所以你要安裝的是 是Node 你只要安裝了Node.js 你本來就會有NPM 本來就會有NPM 所以你只要安裝Node.js 再安裝MOCA 就可以做這件事 好 那 那接下來剩下的是 你安裝Git 你就可以把他推到Github上面 但是你要先去Github 開帳號 再把他推上去 然後你要 在Travis上面 開帳號 讓他 用Github的帳號去 去Signup 去註冊 那你這樣子就可以讓他 直接連結到Github 然後呢 你在你的 你的專案裡面 要寫 Travis.ym 然後 像這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測 那 剛剛 有同學 就是因為這整個 做下來 其實你大概得要花上 兩個小時 有可能 如果你比較慢 所以 最快的方法是什麼呢 如果你們不知道 你就用Folk 你找到我這個網址 你找到我這個 Chinese Convert的網址 你把它Folk一遍 他就會在你的Github裡面 你去Travis上面 開了帳號 跟你的Github同步了之後 他會去搜尋 你的帳號裡面的 所有公開專案 那你就會看到一個 Chinese Convert 你直接看他的 你直接看他的測試報表 但是你現在沒有Github push的話 他不會有測試報表 那你怎麼辦 你就先把它Clone下來 Clone哪個網址 Clone這個網址 Clone下來之後呢 你加一行註解 什麼事都不要幹 再把它Push回去 Travis就會做自動測試 講清楚嗎 OK 然後你從這裡面去學 到底要怎麼寫 這個東西 測試專案 到底要怎麼寫 Travis.ym 到底要怎麼寫 Package.json 裡面都有 所以 就用 我傳給你們的 這個專案開始 是最快的 你不用自己再重寫 那你 體會了一遍之後 你回去 你有新專案 你再自己 弄一遍就好 你現在要做最快的 就是 先用Folk 先用Folk 然後 Clone下來 一遍 加了一行註解 再把它Push回去 而且這時候你 Travis已經開好 都連好了 你 再把它Push回去 你就看到那個新的 專案 已經 被測試 OK 這樣子測試是最快 好吧 試試看 那 說真的 這樣子講 搞不好 還是有同學 覺得 不夠 我現在去Folk別人的專案 我把它弄一個 有MOKA的測試的 你就會知道了 我現在Folk別人的專案 我怎麼做呢 我隨便找一個NPM的專案 最近有用一個 叫做什麼 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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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拼音 這個好了 我把它Folk一下 你看 你看 這裡 拼音 漢字轉拼音的工具 對不對 這個2.8200 你去看一下它的Github 你會看到 這個 它是在做漢字轉拼音 像這樣 中心就變中心 有沒有 好 OK 假如我覺得這個專案不錯 我就把它Folk一下 我要登錄 從別人的專案學 從別人的專案學是最快的 所以你就做一遍 你可以Folk我的 你可以Folk別人的 沒有關係 都可以 我現在Folk了一遍了 所以代表說 它已經在我的專案庫裡面 這一版已經是我Folk 我Folk的版本 我Folk 因為我有兩個帳號 所以 我現在Folk到我的 這個常用的帳號裡面 它現在正在Folk OK 它已經Folk完了 現在變成在我的帳號裡面 這代表 我有一份複製品 在我的帳號裡面 所以就算原本的那個份刪掉了 我的還是在 OK 所以Folk是做什麼用 備份用 你怕一個專案不見 你就給他Folk OK 那你Folk完之後 它就在你的Github的帳號裡面 就有一份這個 就有一份這個 那我要怎麼去 去 啟動他的測試呢 我先去Travis 我先去Travis 我一樣登錄 我Sign in With GitHub 如果已經開了Github的登錄 其實他自動就會Sign in Sign in之後呢 我們會看到說 OK他這裡 這裡 這裡是我那個測試喔 但是我現在要看的不是 我要看的是 我的帳號 底下 我目前只測試這兩個 我目前只測試這兩個喔 但是 我現在要看的是 喔這裡 他現在正在Sign with GitHub 就是跟Github同步 那同步了之後 你會 我的專案太多了喔 所以 我剛剛那個 那個專案到底是哪一個 欸 專案太多了 看一下 我剛剛Folk玩的那個專案 叫什麼名字啊 拼音是不是 拼音 他還在同步 還在同步 所以各位的應該 是比較快 你同步完之後 你把這個東西給開了 把這個東西給開了 開了 你就找到你要測試的那個 把它打開 本來是關的 把它打開 打開完之後呢 做一個動作 我現在這樣子 我剛剛 不是Folk的拼音這個專案嗎 OK他不是也有一個網址嗎 而且這個網址是在我的 GitHub帳號底下 我 現在呢 去Git clone這個東西 我Git clone這個東西 Clone下來之後 那 他就會得到 這整個專案 你可以看到下面已經有一個拼音 這個資料夾了對不對 OK 好就這樣 OK 那我 我可以幹嘛呢 我現在 我在這個拼音資料夾 我還是用Visual Studio Code來改 我把這個拼音資料夾整個拉到Visual Studio Code裡面 OK他就會開起來 開起來之後呢 反正我也沒要幹嘛 我就在他的 主程式加航註解 for service 好不好 我把它存檔 儲存 好 然後呢 我這邊 我這邊 我可以用這裡啦 就直接 檢視 整個終端機 好這就是我的專案 對不對 而且他是我poke下來的 我可以push回去 所以我現在 git I might commit am 加訊息 OK 加訊息的時候 然後我就 for travis ci 我 這個是 讓我 local的 github知道 就是把這個 這個收入 把我的修改收入 然後呢 我用 git push origin master 那他就會被 推回 github上面 推回github上面 好 現在我這邊的github版本就會更新了 拼音的這個版本就會更新 那你可以看到 剛剛那個檔案是這個index for travis是不是上去了 上去了 所以 如果你那邊有開啟 你剛剛的這邊有開啟 那他就會進行自動測試 可是因為我的太多了 是不是算超過上限 不知道 但是他現在 現在沒有辦法 同步太慢 所以他沒有找到 剛剛我push上去的那個 我剛 弄的那個專案 但是你的應該不會 你的應該只有一兩個專案 那 你做 剛剛的動作 他就會 把這個打開 他就會測試 好嗎 所以你不需要先自己寫 你先 clone一個別人的專案 fork一個 然後clone別人的專案 然後你用 travis 去試試看 他的測試是不是成功的 就好 這樣聽得懂嗎 動手 才有用 否則你 這樣子